暴載澎湖漁民在海峽中線海域 募集一艘潛艦在海面 周邊還有軍艦相伴 國防部長顧立雄指出 國軍有掌握該潛艦動態 有用相關的潛艦的手段 已經有所掌握 不過詳細的潛艦的手段 我想不宜在這裡扣 潛艦掌握到是什麼樣的艦型嗎 是意圖為何 我想詳細的部分 我想我們就暫時保留 有軍事迷透過潛艦外觀分析 該潛艦為共軍096核動力堂級潛艦 或是094型晉級潛艦 立委王定宇認為 台海不適合潛艦活動 研判該艘共軍潛艦出現故障 潛艦並不會長時間在水面上 更何況核子動力潛艦 並不需要浮出換氣 這種載著戰術導彈也好 核子動力潛艦也好 它不會隨便浮出水面的 所以這一艘中共的096級堂級潛艦 在台灣海峽中線 被我國的漁民目獲 本身可以推銷的出來 這艘潛艦應該是出了什麼狀況 王定宇指出 目前兩萬五千名盟軍 即將進行環太平洋軍演 敏感實際共軍潛艦限中台海 值得密切關注 新台電視黃亮姐的劉思瑩 台灣台報道 新台電視黃亮姐的中文 新台電視黃亮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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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 很久以前 人們們 已經評估 中國 像 成為 中文 就是 新台電視黃亮姐的 外面 中國 快 在 生成的 它就增加了它 如果考虑工廠、工廠、工廠、工廠 很多公司曾經到中國 為大量、速度、技術 我認為在過去幾年 有了一種改變 中國沒有一個快樂的支持 但也有一個新的角色 where the innovations are coming from China that are being replicated outside of China, which is personally, I think, a monumental shift for a country to move further up the value chain in terms of technology. I generally think, right, with these kind of things, like the new productive forces, I think it's a big thing to push the industries and the paths that have the most ambition, right, the highest promise for any nation. And I think what China is doing is super interesting in that regard. And Germany also, of course, has its own ambitions with its different industries that it's promoting and pushing. I mean, automotive definitely like one of the industries that has always been strong, other industries like pharmaceuticals, for example, right? I think the countries are doing similar things with slightly... 在記者會上,中共聲稱 菲律賓船隻擅自闖入南沙群島 仁愛礁臨近海域。 中共海警採取了管制措施, 過程中兩艘船發生碰撞。 中共海警在聲明中 没有提到两艘船损坏情况 也没有说明是否有人员伤亡 不过 菲律宾方面表示 中共海警的报告具有欺骗性和误导性 仁爱礁属于国际公认的菲律宾专属经济区 这是中共上周六扩大中共海警执法权后 最新挑起的南海争端 新法律授权中共海警可以扣押外国船只 并可未经审判拘留外国船员最多60天 而且保留中共海警可以向外国船只开火的旧规 目前至少有三个国家声明对南海拥有主权 包括菲律宾 越南和中华民国 这些国家表示不会承认中共的这项法律 菲律宾国防部长小吉尔伯托特奥多罗指出 现在国际社会应该清楚 中共才是南海和平与稳定的真正障碍 菲律宾军队将抵制中共危险而鲁莽的行为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梅 于薇综合报道 6月16日8点至21点 广东梅州多个县降大暴雨 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 部分河段出现涨水慢低情况 多座小型水库出现超训线 有大坝慢顶 6月17日 标题梅州深夜泄洪 大水瞬间上涨6米 西红当量每秒1.3万立方米的视频 在海外热传 6月17日 有网友留言称 通知的太晚了 洪水又来得那么快 家里有一老人来不及撤离 已经离世 现在那个河堤断掉了 然后水位一直在上涨 石北水库那边下大雨 直接就好像是塌了 然后整个街道 富一楼有地下室的全部都淹了 6月17日 不少当地居民透露 16日水位最高时 淹至二层楼 目前洪水已经开始退却 但受烟严重地区仍然断联 根据广州应急管理发布的消息 截至17日 平远县等地发生山洪 山体滑坡 造成5人死亡 15人失联 13人受困 与此同时 福建省龙岩市五平县也遭遇暴雨洪灾 官方通报 截至17日10点 五平县等地多处山体滑坡 共造成4人死亡 2人失联 由于中共一贯隐瞒 这次情况被指更严重 新唐城电视台记者王彦乔 综合报道 陆续有网红艺人爆料 中共积极招揽台湾网红到中国观光拍片 针对中共种种大外宣 从中国移居到美国的华裔YouTuber七七 提出示警 我感觉中共现在是有在发力了 就是往台湾这边使劲了 就台湾内部使劲了 我就再重申一遍 就是说中国特别好的真的不能信 真的是假象 我可以这样说 就是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中共它统治你之前和统治之后 它完全会是两幅面孔的 无论如何千万不要落在中共的手里 台湾议员何以奇就曝光 收到中方的合作邀约 解除中共要让合作的台湾议员 与网红筹组台湾永和党 并参与2026年地方选举 另一名网红巴雄也证实 透过其他管道收到相关合约 相较于武力的威胁 经济的威胁 最大的还是这种文化的入侵 所以我也很希望国人能够自己提升自己内心的防卫力量 一陷下去 可能伤害的不只是你的个人 是整个很大的一个群组 我们当然尊重言论自由跟网络的自主 但是我们适时站在政府的角色 提出非常清楚的预告预警 这个绝对是必要的 立委沈伯扬指出 中共统战无孔不入 定强调面对前往中国的台湾民众要分情细去看 第一个层次是他单纯有去中国 第二个层次是他去了中国 而且还建了党政军的人 第三个层次是他建了中国党政军的人 而且还收钱或者有收受利益 或者有签契约 第四个层次是他不但建了中国党政军的人 然后还签契约 然后还有收利益之外 还在台湾散播假消息 你要知道这些事情 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揭露 因为如果我们不揭露 我们永远都是在一个迷雾之下 所以很多只要去过中国的人 大家就会乱骂说 你怎么会去中国 你是不是答应中国什么事情 那道政会互贴标签 这个社会会变得很对立 陆委会主委 秋水镇则期盼 台湾民众能提升网络试读能力 当遇到疑似中国网红 对台湾进行认知作战 要学习不外喘 同志下半年各位可以接着看 我这段话就当预言 新唐人亚太电视 持前李虎宗汉赵婷玉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七国集团峰会的公报 再次操弄涉华议题 污蔑攻击中国 翻炒没有事实根据 缺乏法律依据 也没有任何道义可言的 陈词滥调 充斥着傲慢 偏见与谎言 七国集团违背了 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 七国集团口口声声 要维护世界和平 却坚持以意识形态 和价值观划线 大肆渲染 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 以小圈子挑动阵营对抗 在地区冲突中 拱火交游 甩锅推折 派军舰军机 到亚太地区 制造紧张局势 轮番武装台湾 威胁台海和平稳定 这些破坏国际秩序 危害和平安全的错误行径 正受到越来越多 国际正义力量的唾弃 七国集团炒作 中国所谓产能过剩 完全背离了客观事实 和经济规律 为大搞保护主义 制造借口 也将破坏 全球绿色低碳转型 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努力 七国集团 是把经贸关系 政治化 武器化的真正脅迫者 与全球化时代 各国利益深度交融的大事 背道而驰 最终只能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6月15日傍晚 波士顿唐人街的台湾夜市 迎来了熙熙攘攘的人群 今年 主办方华部商会 特别推出台湾生产的冷冻 凤梨世家和玉和鲍丽芝 希望让人们一年四季 都能享用这些美味水果 波士顿台湾夜市 今年来到了第三届 陈世维说 这个活动当初的目的 是为了在疫情之后 帮助唐人街提振经济 经过三年的发展 台湾夜市越来越壮大 让很多本地人 尤其是台湾移民的后代 找到了正宗的台湾味 当天博士顿将两条街道改为步行街 位于20个摊位 位于20个摊位留出空间 这些摊位包括本地台湾菜餐厅 也有由纽约餐厅制作的福尔摩沙水煎包小吃 还有其他餐饮 保健文艺摊位 如波士顿台湾影展协会等等 现场还有中华民族艺术工作坊带来的舞蹈表演 以及波士顿UME乐团的流行歌演唱 今年我最想去的是 我知道有一个新人 我们陈世伯委委员 他有一个新的摊位 因为他特别从台湾进口的 台湾最有名的水果 这个是我等一下一定特别要去尝看看的 今年发现有更多的人潮 还有更多的摊位来参加 那我们希望每年他能够越来越扩大 让我们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更多台湾的美食跟文化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景业 波士顿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